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中文名字叫米莱 一次偶然的报道 让我留意到 还有中国这个美丽的地方 也正是从那时迟 学习汉有成为了我的最大幸福 有一天一本 思想漫志浸入我的眼帘 思诺用他的脚步 与起笔告诉当时的整个世界 这里游客红声正在闪耀 来到中国 写下雷锋莲的报名表 我的第一个红色故事 就从这里开始了 每个假日 我有记录玩者们 站在传流布施的十字路口 人们给了我们一个好听的名字 最美人想 朋友们也亲切地教我 雅雅雷锋 所以我总思考 怎么做才会离书中所描述的 红色红色记录更近一些 世界 十里和谈 沿路而行 千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精神 感染着我 中国的革命是什么 思诺当时是怎么想的 我的心中似乎 有了答案 沿路是中国的朋友 用脚步张扬着他对中国的热爱 这种热血与青春 为中国革命的建设出现 我也是中国的朋友 创建了流沙带路APO的 国际技能的服务平台 帮助各国在华留学商 这个世界大家庭 更好地融入中国 走进中国 百年初心 地球迷奸 自信的故事也必将被一代代人重新出现 用爱心画出更有温度的通信源 用真诚战建奉献中国 沟通世界的桥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